那我们大家先了解一下吧 既然要熟悉 就在解剖台上熟悉吧 干得就是这个 我同意 这个人是不是畏罪自杀了 你干什么的 请出去 我是法医 这个女孩的直播我看过 说是被申父侵犯 现在嫌疑犯溺水而亡 还是生前入水 我的推断很合理啊 是法医也不行 这是你的辖区吗 这是你的案子吗 你怎么知道不是 如果是呢 那你是 我是新来报到的法医 随时可以开始工作 叫我黄菡就行 黄菡 这儿推断什么呀 干好你的工作 这儿不是你的活 哦 这又是谁呀 彪哥 你怎么来了 我师父 张彪 我在核杰案 发现了他的出租车 他等个人物品都在车里 没有被偷到的真相 所以排除了 因材杀的可能性 溺死多见于意外和自杀 还见于塌上 有没有可能是意外溺死呢 打捞的同事说 这一片区域 水下基本上都是水藏 一旦被缠上 凶多吉少 前几年就有两个人 在这里夜游溺死了 意外溺死的可能性 并不大 刘斌穿戴整齐 很显然并不是下河游泳 要说是他杀的话 那就是凶手推他下河 那也不一定会被淹死 这个凶手未免也太蠢了 除非我们在现场 可以找到第三者的痕迹 否则 我觉得有另外一种可能 你就是清明啊 老陈很欣赏你 说说你的推论 寻死自杀 很有可能是被水草 缠住之后溺断的 但我问过打捞对同事 他们当时过于专注 一心想着把尸体给运上来 不记得身上是否有水草缠着 我觉得秦明说得对 受付性侵案搞这么大 一般人很难承受 这种程度的 网络娱乐压力吧 刘斌坐过劳 积极参与过劳动改造 有回归社会 好好生活的愿望 所以我觉得吧 他不是那种被人说两句 就要寻死的男人 这死亡方式 无论是自杀他杀还是意外 我们试检台上前吧 还看不见 回到了 好像很恐怖 另外呢 还要了解一下 咱们这个部门的职责 以及发展的方向 算是一个早会吧 那恭喜主任 终于不用再对着 我一个人训话了啊 好 那我有事先走 你们忙你们的 那 那我们大家 先了解一下吧 我叫 既然要熟悉 就在解剖台上熟悉吧 干的就是这个 我同意 案件资料 大家都看过了吧 开始吧 我叫黄花 我叫黄花 安然